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来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现在我们要岳阳连线 跟李嘉萍小姐来谈她的新书 《树的梦想》 嘉萍好 绍康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恭喜你这个新书出版了 时报出版给你出的叫《树的梦想》 那这本书呢是李嘉萍小姐著作的 她的儿子了 牛浩然是摄影 那李小姐是台大中文系毕业 曾经做过小读者的主编 美国加州Irvan中文学校的校长 还有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 那牛浩然是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士 麻省理工MIT的MBA 然后加州UCLA的戏剧硕士 所以学历都非常好 那照相照的也非常好 那个封面就蛮吸引人的 好这本书主要是谈 我看谈树 谈花 谈水果 对不对 这本书花了你多少时间 听说你们整理那个花园 果园整理了20年 有这么久吗 没有不到20年了 是16年 也很长了 那这个书的开始呢 是当然就是野术的梦想 这个我的英文的英文的系列 我在网站上 substack上面 我有一个部落格 是是 那题目这个题目就是 I have feelings 我有感觉 这个感觉呢 是替花草树木啊 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所有的一花一石这个说话 所以是替他们说话 那回到你刚刚讲的说 这个花园 这一块地应该是已经有 就是16年 开始的时候是一块 算是比较 还没有开发的 比较半开发的那个荒地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就是我可以说 大概60%以上吧 70%以上已经都整理出来了 是 那个地有多大 7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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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等于是 等于是14甲 14甲 OK 所以满大的地 我刚刚在那边算一下 14甲 满大的地 然后这个是 就南加州的地 算是 原来算是很多石头吧 沙漠地带吗 这一块地本身是很多石头 那你们开墾 不是沙漠 因为我们算是比较 山 内陆 那不是沙漠 可是是很多石头的地 所以你们开墾也花很多时间 在开 就是说在盖房子 以前是 开发了大概三年吧 整个整地 大概就是说 大部分 那时候是整了三亩地 是 那现在大概已经到了 我会说大概 五亩地了 OK 那 但是你书里面有写 你在台湾的时候 你爸爸就爱种 种花 喜欢这些嘛 种种花花草草的呢 所以你这个是有 你是学中文的 你当时为什么不念什么台大园艺系啊 农艺系啊 植病系啊 不专门搞这个吗 那时候就是喜欢写文章啊 所以也没有想到 其实我觉得 后来我这个写了以后 我跟很多学园艺啊 植物啊 森林系的人 讲 就是聊起来 或者说 就是现在也不是说聊了 就是在网上讲 他们都觉得 我知道的比他们多很多 对啊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也很好奇 我认识你那么久 从大学认识 我不知道你对植物 有这么大的兴趣啊 是在那个时候是兴趣都 这个 隐性的 没有显示出来 还是那时候 其实你就有兴趣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其实是 是从小 我初中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很多 可以说 很多很多的标本 那这个植物的标本 而且说老实话 做得还不错 这个就是从小 我就很喜欢了 所以才初中的时候 大概常常留客去 去植物园啊 到野外去啊 所以我那篇文章 那些年爸爸教我种的话里面 也提到 因为我爸爸看我一天 那样跑到 跑掉去摘花 摘植物啊 做标本 其实那时候 我来美国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 把它们都带来 后来我是带来 只有带回来 带到美国一个标本 其他都还 大概现在也都 都被丢掉了 那我 我是做了很多很多 说老实话 其实对植物 那时候就已经 可能比我们同年龄的 我们那时候只有礼化课嘛 初中的时候 那我已经做了 大概可以 有礼化有 相当多的 有博物啦 有博物啦 对对对 有博物 对初中的时候 有 有 因为我自己 博物 不错嘛 我念的蛮好的 那个从小其实 哎 这想起来很惭愧 其实我们因为 在台南啊 所以从小 你看像我的话 家里有养鸡 然后呢 有这个 自己有一个小菜谱 种菜 什么空心菜啦 然后旁边有木瓜树啊 甚至有香蕉树啊 从小其实我也很喜欢啦 但是长大就 没有机会啦 所以看到你能够这样一路写 真的不容易 那个 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好了 我不只是 谈这些植物啊 花果子 文笔也很好 哇我不知道你文笔这么好 我知道你会写 不知道你这么会写 小看我了是不是 哈哈 就没有 不是小看 平常显现不出来嘛 不过当然 你那时候在台大 什么 什么大新 大学新闻你也在那边服务嘛 然后很多社团 我知道你会写的 但是这本书写的真好 我说你怎么 哇 我们平常 这个花很漂亮 我们说好漂亮 就结束了 你可以用各种形容词 用古诗古词古人 哇 真的 这个让我很惭愧 觉得说搞了半天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自己啊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搬门弄斧 还以为自己不错了 差太远了 真的真的 我这讲的是不是公文语 我也在 我自己也在学习了 不过 我就是很 我自己也很惊讶 所以说老实话 我竟然对于这个 关于自然界的 然后关于西方的这些东西 我自己就是说没有在这个书上 我翻译了很多 真的啊 看来看去觉得还还蛮好的 你这个书里面已经写了不少 人到国外旅游啊 我到国外旅游就旅就旅了嘛 去就去了嘛 你到哪里去 旁边什么树什么一大堆 都记得清清楚楚啊 实在是让我很佩服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李嘉平女士啊 谈他的书叫树的梦想 那李嘉平女士是跟我台 在我在大学的同学了 那他那时候是中文系啊 也是个才女啊 你看他那个初中的时候天天这样淘雪 去外面看 看野外的植物 看标本还能够一路什么北一女啊 台大 实在是蛮聪明的 好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听李嘉平小姐谈他这本书 叫做树的梦想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实际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远在南加州的李嘉平女士啊 谈他的新书 时报出版社给他出的树的梦想啊 那当然这个算是散文啊 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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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记载不同的植物啊 他怎么种 然后写得非常好啊 我买了一百本啊 我买了一百本 因为我觉得写得太好了啊 其实我觉得一百本都不够啊 那送给一些好朋友啊 那有一本送给沈富雄 沈富雄就给他太太看啊 他太太是台大园艺我印象啊 是专门种花实木的啊 我觉得沈富雄在这个华盛顿州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庭园啊 那沈太太看了以后就 就要希望能够跟李嘉平小姐来联络啊 说他自己是念专专门念园艺的 居然不知道还有一个中文系的 写的能够写出这样的这个观察 这么入围啊 所以他想要跟李嘉平来联络 那我也问了李嘉平同意 我也把这个联络地址给他 给他以后沈富雄太太呢 又写了一个讯息给我 我念一下啊 赵先生你好 谢谢你传来树的梦想 作者的联络资料 更感谢您送给富雄这本意外的礼物 我抢先一看就如获至宝 仿佛遇到知音般爱不释手 只因为对花草树木 从与鸟兽的喜爱 我当初选择了台大园艺系 如今园艺遇到有文学素养的作者 花木更有灵性 十分钦佩作者对一草一木的 敏锐观察与深入研究 所以看这个书喜欢的人非常喜欢 我碰到很多人都觉得 哇怎么写这么好 那好吧 这个沈复雄太太我知道 老沈跟我讲说 她都很少称赞沈复雄 她能够这样称赞这本书 这个我觉得 你应该觉得蛮骄傲的才对 那就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说这些读过书的人的反应 其实 其实这本书出来也不过才不到一个月嘛 我收到的很多很多信我都非常感动了 那有些人都认为说读了这本书就忘却了世俗间的纷扰 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理 那有一位曾经在喜马拉雅山进修的瑜伽教练 他就说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很幸福很安心的感觉 那还有其他的 就是说这些不提了 可是其中呢 让你最印象深刻 我看了都快掉泪的是一位建筑师 这个建筑师我想也许邵康也认得 因为我已经得到他的允许 所以可以分享这段故事 可是我跟他讲我不讲他的名字 因为他在国内大概在台湾大概还有蛮有名气的 那他不久以前中风了 那现在正在复诫 他说就像婴儿在学走路很辛苦 那大脑需要三个月以上的学习时间 那训练师就要他做功课 他马上决定每天抄一段树的梦想 那他也寄给我两页他的手抄稿 可以看到他很认真的圈起来 自认为写的不够理想的字 那他觉得这本书可以帮助他恢复健康 那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有一位加拿大作家 加拿大作家 他和他的先生一起发生车祸 很严重 那先生情况更糟 可是呢先生很快就复原 他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身体也不差的 结果他的判断是因为他是森林工作人员 天天都接触到树 树有一种奇特的力量 帮助他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那他就深入研究 后来写了一本书 那我就祝福这一位建筑师朋友 他在抄写的时候 可以得到树和大自然 赐给他的精神跟能量 帮助他很快恢复健康 是 天天蛮感人的 你这本书里面写的东西很多了 我看这个什么白杨树 橡树 咸林木 接骨木 橄榄 橄榄 这个苹果 然后这个花有玫瑰 这个水仙 然后什么薰衣草 仙人掌 反正各种 那一篇一篇一篇篇的 写得非常好 你这边说要 当时你就希望能够月月花开 寄寄果栽 那你现在我看花 这个各种花 随着季节有不同的花 水果也很多 各种水果都有 水果因 吃不完 所以这个 我自己开玩笑说 等到我不上班的时候 我就要去摆摊卖水果 好吧 因为这个我们的水果是 因为都是有机的嘛 那我都不放 任何这种化学的东西 所以都是有机 然后呢 我觉得这些果树 可能也知道我们在很细心的 很体贴的照顾它 它都长得很好 每一棵都长得很好 我们家的这个 这个苹果 大概感恩节那时候 来了一群年轻人 就是小样的朋友 大概五六个 年轻人都是各国 各国的人 他们一冲到那个苹果树下 每一个人站在一棵树下 就摘了就吃 他们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苹果 我也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苹果 真的是好吃到你到market买的 你会觉得就是不一样 他那种轻自 就是我们的轻跟轻做出来的 就是有家的味道 除了家的味道以外呢 我觉得不管是 不管是就是说 它的那个味道啊 还有它的那个很多汁啊 然后又很crispy 每一个都是好吃的不得了 而且可以 通常十月就开始采收了嘛 采收完 你看我现在已经二月了 我冰箱里面满满的都还是 可以吃到大概 我想大概五六月 大概都还很新鲜 那那你们 对啊 刚才我第一次听到 苹果有家的味道 你真会形容啊 那那个对了 苹果要好吃 一定要脆 要juicy 要多汁 要甜 要反正啊 就是 其实美国苹果在 我比如华盛顿 我在美国华盛顿吃 华盛顿苹果已经不错 到台湾来通常 没有那么好吃 那你的苹果是比市面上都好吃 那一定是很棒很棒 很好吃 那你除了苹果 你还有其他的水果 对不对 我每次说人家问我有什么水果 我就说你只要想到 除了西瓜 什么瓜以外 大概你可以讲的都有 那我在那篇 那个 这里面不是有一篇 那个 讲水果的那篇吗 我可以 你要我念吗 都可以念半天的 就是这些水果这么多 不管是梅子啦 杏子啊 桃子啊 李子 石榴 世家 火龙果 桑圣 枇杷 都有 想到的 你可以想到的 大概都有 那脸物 我的脸物长得真好 现在最多的 目前是芭蜡 那像梨子啦 还有 还有什么 无花果 对对我那颗桑圣是最最最最最好吃的桑圣 那所有的柑橘啦 橘子 橘子 柳丁啊 那个 佛手柚 金橘 柠檬 莱姆 都有啊 全部都有 那你也不施 你施肥 你是用有机施肥 你也不喷农 要什么 我知道 它没有种有机的 那个植物很难种的 因为 虫啊 什么会来吃 你都不会有吗 OK 我 所以说这个叫做 这个健康管理 第一 你不要 不要说 让那个 什么 果子掉了一地啊 这些一定要捡起来 然后呢 我每一年呢 就会放那个 march 就是那个 铺在 铺在草 那个 土地上面的 那这些都是 你当然都是要 有天然的嘛 然后呢 松枝 因为我们家有很多松树 那就collect 就是把这些松枝 也拿起来 还有割草的那个草 就是全部都是用自己家里的 的现有的东西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 等于是这个土壤里面就很健康 各种各样的 就是这个生物群都有 就是很健康的一块土地 所以 所以就每次 有人说 什么水果会长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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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瓜鱼啊 什么天鹅啊 蜘蛛啊 牙虫啊 什么 通通都没有 那因为不喷洒 所以就随时都要移除 那些枯枝败叶啊 落果啊 然后就是用管理 用健康的树木 对付自然的天敌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当水果树本身健康以后 它就比较能够抗虫害就是了 对 哇 这个树 每一棵树 我可以说家里的 大概几百棵树啊 我可以 说都很健康 就是说 这当然就是 除了 除了很幸运 以外 我觉得自己的这种 管理也很重要 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李嘉萍小姐 我们要 休息一下 她谈她的新书 叫树的梦想 非常好看 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 赵康 时间的现场 我们要继续 跟远在南加州的李嘉萍小姐 来连线 谈时报出版给她出的新书 叫树的梦想 嘉萍我们继续 喂 可以 就是说 这个书写的好看 不是说 光谈什么水果 谈这个 这个什么植物 它其实是 引经据典 还有很多故事 然后古诗古词 就是我们一般 念念什么唐诗三百首 什么就觉得了不起了 那你会 你这边写很多 我都没有看过这些诗啊 词啊等等 你都从哪里找出来的 这个就是很 想要你 儿子也常常问我说 为什么 我觉得啊 这个garden 这个nature 这个大自然啊 会让你 就会刺激你的脑子 走到哪里 你就风一声 就出来了 不见得 不见得是整首诗 或者整个完整的东西 刚好一两句 可是我大概都会 都会有出现一些句子啊 那当然 我觉得有些人说 你怎么对诗经这么了解啊 可是这诗经里面 就是很多关于大自然的东西 对 那我就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特意了 不过呢 读书啊 讲到这里 我就 我可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就是我最近读了 不是最近了 就是前一阵子看了一部 2015年的电影 A Walk in the Woods 是名作家 Bill Bryson的自传 那是劳伯雷福 听你的名字 走在树林中嘛 好 请说 对 那个电影呢 是你知道劳伯雷福 现在也够老了啊 对不起 他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也没有行山的经验 那他就跟他一个 朋友 两个老顽童呢 不想被岁月轻易消磨掉 是 那决定呢 就用背包刻的方式 走在世界上 最长的那个 Aparachi Trail 就是我们翻译成 Aparachi的小径 徒步山径 那这个Robert Raffer 他一路上就跟他朋友解释 这些森林里面 各种树木啊 岩石啊 地质啊 地貌 对 两人有一次 也摔到那个 那个谷里面 那只要躺在 地上看 看星星嘛 不错 那他对星星呢 要随遇而安 他都 对 他都很了解啊 那他同伴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嗯 他说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 叫做书 你从书里面 就可以得到各种知识 对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自己要常常保持 好奇心 好奇心去学习啦 对 那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 就是 就是说 我自从 2020年开始写 这个系列以后 我基本上一个月是买三本 三本书以上啊 那因为大部分大概就是英文的 那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母语不是 英文还是比较辛苦一点 当然当然 可是我就是逼得自己每个月 叫读完这三本书 哇 真了不起 比当学生的时候还认真 当学生的时候没有这么努力过 就是嘛 当学生比较喜欢玩 好 那个 劳伯瑞福 其实以前跟 那个保罗纽曼演 虎豹小霸王最早有名的嘛 对对对对 对啊 后来后来 很不错啊 你可以去看看 很好 虽然是已经几年前了 好 很帅的劳伯瑞福 好 我这样好 就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一直称赞李嘉平的文笔好 我们随便念一段好了 比如他在 我现在随便挑 我看这个在 你在讲哪 讲什么 金秋白杨 白杨木 白杨木里边有一段 他就这样讲 中国古代诗词里 描绘的白杨树 印象中不外 萧瑟 悲戚 树木 光凉 苍茫 孤疾 像是 白杨多悲风 萧萧仇煞人 又如 古晴不尽 东流水 此地 悲风 愁白杨 还有 荒草 河茫茫 白杨 易萧萧 相当 颓上 伤感 充满 悲悯之音 镜头一转 到了 大漠 孤烟值 长河 落日圆的边境之地 开阔的旷野中 除了孤烟和落日 只有白杨木 在浩瀚无边的沙漠中 亭立 劲拔坚毅 无畏无惧 在我的眼里 白杨是美丽的树 充满生命力 活得有声有色 令人赞美又佩服的树 它们 手重慈敬 仰望着天空 遭阳戏照下 一记又一记 本分的守护者家园 你看写的多好 真的写的好 那当然 他这篇其实好几页了 但是 他用这个 刚刚我讲的来做 做结语 让人觉得 他除了看现在的 白杨等等 又想到古时候 不同的人 诗人 写着不同的树 真的是 不同的井 那 你这本书 处处都有 这样的故事 譬如说 我们经常 你就是讲石榴 而且你们的 那个照相都照得非常好 都是想照的是吧 大部分 不是全部 因为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放了我的 我照的 对 可是呢 他觉得 他觉得 他照得更好 不够他的水准 所以他就回来 因为要出书 他就回来帮我 重照了很多 可是因为季节的关系 有些他没有办法照 只好用我的 就我的照片 不过我觉得 我的也还不错 都不错 好 我们讲这个 石榴这篇 石榴这篇 在中间 他就有说 我们经常用 拜祷在石榴群下 来形容 因为男士 对你是 亲心之情 典故 出自武则天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如意娘 送给唐高中 描述自己的爱慕之情 经常思念掉 泪如雨下 沾湿了身上穿的红裙 不相信的话 可以开箱宴取石榴群 你把箱子打开 看我的裙子上 是不是都是泪痕 高中看了非常感动 将她迎进宫里 后来成为历史上 地位女皇帝 她喜欢石榴 当年长安市 流花便近郊 她还封石榴为 多子丽人 另外一个 古代美女杨贵妃 更是仗势着 三千宠儿在一身 朝内群臣 见了她要行跪拜治理 唐朝女性爱穿 红色长裙 这也是 拜倒在石榴群下的来源 你看石榴 写了半天 写了一大堆 就很棒的 描述以后 还要把这个 典故拿出来 应用 就很好看 不是这样吗 不过最重要的是 这两位 武则天和杨贵妃 两位美女 都爱吃石榴 是吃对了 因为石榴里面的 营养 是可以 可以助盐 又长寿 而且很漂亮 石榴 那个石榴 一粒一粒 里面那个金银剔透 真的很漂亮 你这边也想 这个非常漂亮 那王安石也有 农绿万枝红一点 动人春色不虚多 所以你说 一朵美艳的石榴花 胜过万子千红 苏东坡认为 色作全妖染 可以来染布等等 那白居一说 减碎 那个什么样 销啊 雀作团 那所以呢 就说 李嘉平这本书 引经据点 有很多的 古人对 不同的 花啦果啦 的看法 所以让这本书 更加的生动 那这本书 名字叫做 树的梦想 很好看的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我是少康 回你回到 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 在南加州的 李嘉平女士 谈她的新书 时报出版出的 树的梦想 这本书 就说 你自己写的那么 重了那么多年 然后呢 这个等于是 开垦 这个一点一点 一亩一亩一亩的 开 种了不同的树 那要不要讲讲说 到底 假如说我没有 那么大的场地 假如说像台湾 你也知道吗 你在台湾 你住过那么久 那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样 来种树 种花 种水果 所以我在第一篇 就是暗头 和锄头 这一篇文章是 这个是我 两年前 被读书会 请我去演讲 那个时候 我就把这一个文章 那一次还蛮多 换灯片 就是讲这个 暗头跟锄头 那最后呢 我觉得这一句话 可能就代表了这个意思 因为有人也问 你们家的地那么大 我们又没有 那我就说 其实呢 无需跋山涉水 翻山越岭 你只要走出去 认识一棵树也好 欣赏一朵花也好 天空原野 山石草木 都有情有义 带给人 临近平和 走进大自然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学习到的 绝对是无穷无尽 那这个 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说 这个有些 有些地方 像其实 我最近读了一个 就是 今年 2024年 我有一个报导 就是 就叫世界人口中数 就是World Population Review 最新的资料 因为现在才2月 世界上大约有 3.04兆的树 也相当于 每个人平均分配到的是 400棵树 你听起来觉得不错 可是一万两千年前 地球上的树的数量 是现在的两倍 就大概是有六兆之多了 那当然就是因为 砍发啦 农业啦 其他种种因素 地球上每一年减少了 100亿棵的树 那这听起来就 所以这为什么 我要写这个树的梦想 也就是说要提醒大家 注意到不要忘掉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树 是一年 每年减少 100亿棵树 那刚刚我讲 你问到了 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那么大地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呢 是很幸运的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人口中数 他就说每平方公里 树木密度最高的国家 是芬南 那台湾呢 你会很高兴 排名第四 算不错了 每平方公里 有62,975棵树 所以台湾其实是 一个树木密度非常高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 像我常看到的 Instagram上 你出去啊 去阳明山啊 去都会看到 其实就是走出去 而且台湾交通又很方便啊 其实可以常常接触到 那如果没有接触到树木呢 你其实呢 你走出去 野花小草野草 其实呢 都是你可以从中间呢 得到就是学到就是很多 不管是一棵小花小草啊 里面的含义都很多的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有 这么大一块地 很辛苦的 辛苦的我看是很辛苦 不过他们有人在阳台上 种一些也不错啦 就是少少的种几颗 也蛮有趣的 你在那个锄头 岸头 最后你还引用李清照的词嘛 山光水色与人亲 说不尽 无穷好 火龙果 火龙果 你这边也特别提到 火龙果花呗 我还不知道 火龙果花呗 成为叶之后或叶仙子 薄如蚕雨 玲珑剔透 我没有看过 我只吃看过火龙果的果实 玲珑剔透的十几片花瓣 形状成漏斗状 洁白金银树镜 如羊枝玉石 线条优雅精致 像夜明珠 像夜宝石 昊月当空的夜晚 它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 宛如仙女下凡 无星无月的黑夜 若隐若现 神秘奥妙 它仿佛在白天 紧锁住所有的芳香 到了夜晚 一股脑爆发出来 庆人心浮 魅力四射 被你这样讲的 应该去看看火龙果花 到底长怎样 台湾应该很多 因为台湾有产火龙果 所以火龙果园 应该都有火龙果花 漂亮是吧 我看你的相片 非常漂亮 我上面 我这个书上面有个照片 火龙果今晚要开花的 对 真的是很美 而且很香 然后又 你看嘛 这么多蜜蜂都会来 就是因为它很香 是 你这本书 我是觉得说 除了喜欢园艺 喜欢森林 喜欢自然人看 其实学生也蛮重要的 现在考试都要考作文 因为电脑用多了以后 在电脑上选 都是很简单 字也常常写错 那这本书 其实是 这个让学生看看 到底怎么样描写 到底怎么样写文章 我觉得 对考试应该很有帮助才对 我蛮功力的 我告诉你 这个 我自己写完以后 我这很 很picky的人 我看来看去 如果有重复的字 或者相近的字 我一定改掉 我一定要用不同的字 不同的词 不同的形容 我自己才会满意 是 所以 不能说满意啦 也不能永远是不满意的啦 不过 至少 对我知道 就是说 就写完还要再改 再改再改 还要好 还要更好 精益求精 你在讲 一定要一定的 是 你说你在讲茶数 茶树 三茶花 你特别引用了张爱玲 形容三茶花 落的几段话 我看了也 有一种花是令我害怕的 她不问青红皂白 没有任何预兆 在触不及房间 整朵整朵 任性的 鲁莽的 不负责任的 咕噜咕的就滚了下来 真让人心惊肉跳 然后她 你又再说 这样的花落镜头 让张爱玲害怕 日本武士也不喜欢 街前落 醉花的画面 令人惆怅 有如武士壮烈厮杀 不眷恋生命 悲怆凄美的精神 充满凋零伤感 日本有一个排剧就是 春花落了 春日为之动荡 日本人称 三茶花为春花 一个木头 一个春天的春 茶梅才叫做三茶 其实春花落了 干净利落 不脱泥带水 一朵朵离开枝干 坠落在地面 仍然完美如席 还能让人欣赏 几天 他的美丽 然后呢 你又讲穿穿康城 说三茶花 是一种非常顽固的花 满山遍野怒放 等等 就说 我就讲嘛 说你引用又一下这个 又一下日本 又一下古人 又一下白剧 又一下张爱玲 引经据典 真的是 看起来很有学问 是不是 学问太多了 就 学问太多了 也很麻烦 学问太多 要把它写下来 好 十报之版出的树的梦想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回你回到赵好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李嘉平小姐 她远在南加州 她写了一本书 叫做树的梦想 十报出版出的 那不但对于各种树啊 水果 她自己种 她自己这个 等于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另外呢 她的文笔也非常好 所以呢 她等于把原意 自然跟文笔融合在一起 那特别你 有些花 其实我比较少见 像牡丹 牡丹 那你也特别 也谈到牡丹 水仙 莲花 荷花 我一直搞不懂莲花荷花 我只记得说 这个 荷叶甜甜 那所以荷叶应该是比较大的 那你这边有特别讲到说 荷花有莲蓬 莲藕 莲子 莲花反而没有 对 我这看你的书才知道 好 奇怪 这一句话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看了这个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们经常觉得荷花就莲花 莲花就荷花 就差不多的东西嘛 其实不是 不一样啊 荷花比较大 莲花比较小 对 莲花比荷花早开 所以大概下个月 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到院子里面 已经大概有一两朵了 就三四月都可以看到莲花的影子 那荷花就比较晚 荷花大概就是要到了 我们不是说荷花 荷花几月开吗 荷花大概是六月 那荷花 其实两个都很美 可是大部分人会比较喜欢的是荷花 不晓得 不晓得 不晓得我不知道 不过这看人 荷花大概是六月登场 所以荷花很高 是 莲芽 我做成那个中间灌糯米去蒸一蒸 蛮好吃的 那你这个水仙 水仙也描绘的 水仙很漂亮 对不对 水仙真美 真香 我现在我的厨房的那个餐桌上 我就捡了一大盆的水仙 整个一走进去厨房都是都很 很那个芳香味 那水仙现在 其实现在开的最多的是洋水仙 比较大的黄色的 还橘色的 那白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水仙呢 比较早开 现在有些已经差不多了 时间都差不多过了 是 所以这个不同的这个植物 还有各种很多种 几百种几千种都有 看你的书这样写 对 所以要要写 不能不能就是说 为了要这个精确跟科学性 所以我读了很多东西 而且呢 我们都会有时候想要找一个什么东西 会去Google 对不对 那我现在才发现 大概我的东西里面大概有五篇已经变Google 你如果第一次我找是要找龙舌栏 我这个在树的梦想里面没有放进去 这个龙舌栏 结果出来竟然是我的文章 然后我找牡丹 都是你的文章 都是我的文章 而且所以说 让我就要更谨慎 你不能错误 所以 所以像我就要 如果像科学的东西 我就要看很多大学的网站 确定 我没有错 然后我要一定要看最新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像那个人口的那个 就是2024年 我就是一定要找最新的东西 那像我写那个草 最近也在 我也在Google上也看 他就特别把我那篇文章拿出来 因为我那篇草不知名随意生 是讲了很多种草 不同的草 那算是资料还蛮丰富的 那我自己呢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就是很谨慎 查资料 看书 上网 然后自己要 要有独立思考 因为有时候你会出来 有些可能会有有有有有conflict 那你自己要判断 那像我 我写的还蛮多的那个鸟 这个鸟的话我最喜欢 就是我最最相信的 是Cornel大学的 他们的网站 他们的关于这个鸟 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谨慎 跟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所以我如果要看 光是一个写一个鸟 我就必须要去查很多确定 我没有没有写错任何东西 尤其现在Google都会 出来我的东西的话 我就要更更加的 更更加谨慎了 所以 我看你写这个 不是随意写写这个水笔 就有点像写 写学术论文了 那因为要考据 因为你引进据典很多东西 所以怕人家乱引 错了很糟 就像我爸爸常常讲 你在节目上讲 不要念错字 不要念白字 大家都更能念 以为那是正确的 那 所以我想你这本书 除了喜欢自然的 要看 喜欢文学的 我觉得好 看你怎么描述 我刚讲学生应该看 练习练习自己的作文 那另外呢 这个农艺系 园艺系 植病系 动物系 然后这个 跟这些有关的科系的学生 我觉得都应该看 系里面应该 我在想 是不是应该送他们 不同的台大园艺系 送他们几本 让他们在系图书馆里面 能够看这个书 我觉得对学生来讲 应该也蛮有帮助的 不是这样吗 希望 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人 因为既然写了 我也花了这么多的精力 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当然是希望更多人分享 更多人指振 这样子的话 对 就是说 win-win situation 大家都 都可以得到好处 有没有人去指证你 所以这边写错了 那边写错了 有没有到现在 到现在 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说 我没有听说 任何人指出你的文章 里面有任何错误 这个人是 这个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他说我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 任何 那当然可能这本书里面 一个错词 两个错词 这个是 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 就是他的资讯方面 我想 我至少知道是 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 好 真不简单 除非是时代在改 像我自己这个 我在网站上写的时候 到我出版书中间 已经隔了三年 那像有两个草 他们最新的 譬如说蒲尾好了 现在就是不是 希望大家不要种 因为这是最容易 燃火的一种植物 因为加州常常有大火 那甚至于我在出书前 我有任何 有任何道 我任何疑问 我自己会再 回去找最新的资料 因为我不希望 有任何错误 好 那么 这很严谨的 很严谨的一位作者 好 今天非常高兴 跟李嘉平小姐来连线 谈时报出版 替他出这本书 新书叫 《树的梦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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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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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